每日神话 人走到今天才发现 人所缺少的不仅是灵生命的供应 和对神认识的经历 更主要的是人性情的变化 因着人对人类的历史 对人类的古文化都一概不知 因此才导致 人对神的工作毫无一点认识 人都希望在人的心灵深处能依恋神 可是因着人的肉体太败坏 麻木又痴呆 所以致使人对神毫无一点认识 神今天来在人中间 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千万年来 人的思想、精神以及人心目中的神的形象 借此机会将人都成全 就是借着人的认识 也是神进来急切的心意 但愿人都从长记忆 改变每个人的经历法 使神急切的心意早日得着了结 使神在地最后的一步工作能圆满地完成 尽上你们当尽的忠心 最后一次安慰神心 但愿弟兄姊妹谁也不推脱 谁也不糊弄 神此次来在肉身 是应邀而来 是针对人的情形而来 就是来供应人的所需 不管人的素质教养如何 总之让每一个人都看见神的话 从神的话中看见神的存在 看见神的显现 从神的话中接受神的成全 改变人的思想、观念 让神本来的面目 深深地扎根在人的内心深处 这是神在地唯一的愿望 不管人的天性有多大 人的本质有多差 人以往的作为到底是怎么样 神一概不看 只希望人能将内心的神的形象 焕然一新 能认识人类的本质 从而达到改变人的思想风貌 能从深处去思念神 发起人对神永久的眷恋之情 这是神对人的唯一的要求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此次来在柔身 是迎遥而来 是针对人的情形而来 就是来供应人的所需 不管人的素质 不管人的素质 教养如何 总之让每一个人都看见神的话 从神的话中 看见神的存在 看见神的显现 从神的话中 接受神的成全 改变人的思想观念 让神本来的面目深深的扎根 在人的内心深处 这是神在地 唯一的愿望 不管人的天性有多大 人的本质有多差 人的本质有多差 人遗忘的座位 到底是怎么样 人遗忘的座位 到底是怎么样 神遗该不堪 谁遗该不堪 只希望人能将内心的神的星象 幻染一新 能认识人类的本质 从而达到改变人的思想风貌 达到改变人的思想风貌 能从深处去思念神 发起人对神永久的眷恋之情 这是神对人的唯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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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人的唯一的要求